大家好,我是小七,今天给大家说一下茶花 我的茶花之前几年的时候都是待在花盆里的 后来我想了想,然后把它待到地上了 现在都是在地上待的,现在都是已经满满的花苞了 因为前几天有个话有问我 我养活茶花每年到时候都会长花苞 长成花苞来以后都会掉落 花苞根本就打不开,这是什么原因呢 茶花之所以落花苞,有可能是以下三个原因 一个就是我们养活的环境光照不充足 如果在光照不充足的环境中 前期能够见充足的光照,后期不见光了 它的花苞会出现破落的情况 其次呢,就是胶水不当 如果说您胶水多了,它根系出现门根的情况 茶花,花苞就会发黑腐烂 同时伴随着叶片也会出现腐烂的情况 就是室内环境不通风,胶水长时间不干所导致的 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胶水过多 保证通风合理的胶水 如果说过度干旱,叶片会用手去捏 感觉非常的硬 虽然说它没有掉叶片 但是它的叶片感觉比较干 花苞也会出现一种褐色的胶枯 逐渐的脱落,根本就开不起来 最后一个呢,就是由于肥料不当 如果说它的花苞长出来了 这个时候好的话也就不去给它使用磷肥了 有可能给它使用淡肥 使用淡肥以后会导致它长新芽 它的花苞也会凋落 而且呢,在它长出花苞来 花苞变大的过程中 这个时候养分必须要充足 如果说您停止施肥的话 也会导致花苞脱落 或者花苞不长,花苞打不开的情况 一定要保证它的花苞在长的时候 继续使用肥料 使用淡肥尔新甲半个月一次 直到它的花苞全部都要打开的时候 再去给它停止使用肥料 这样它就能够一次开包 不是所有的花苞都打开 在这个过程中 要保证温度在15度以上 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 这样就能够保证它花苞正常的开放 学会了吗?学会了 不要让给小细点个赞 点关注赞的